接下来我们讲第九章 第九章讲的是Linear Momentum和Center of Mass Linear Momentum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所学过的动量 或者叫做线动量 我们说动量或者线动量 那么Center of Mass我们简写成COM 那它代表的就是直芯 线动量和直芯 Linear Momentum和Center of Mass这两个概念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都已经学过 那么我们在这里有系统的说明 动量和直芯 Momentum和直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定义动量 Linear Momentum 它的定义是这样 假设有一个物体质量为M 在某一个惯性坐标器里面 以V的速度前进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物体具有 Linear Momentum 等于直芯代表子 乘上速度V 那因为速度V是一个向量 所以动量Linear Momentum 它也会是一个向量 好 那我们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 回到之前所学到的牛顿第二运动电律 F等于MA 那么加速度A 它事实上是速度对于时间的微分 是底T分之底V 然后我们可以把M放到微分式里面 因为质量M在这个惯性坐标系里面 质量M是不会变的 质量M的变化的变动 在非常接近光速的时候 M会跟V有关 这等我们讲相对论的时候 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牛顿的这个惯性坐标系里面 这个质量M是不会变的 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搬到微分式里面 那它就会变成DT分之DMV 然后呢MV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动量 所以那它就会变成DP over DT 就是P对于T的微分就会是D 所以呢对于一个物体来讲 你这样子定义它的动量之后 那么你把这个动量对于时间做微分 得到的就是这个物体所受的净利 那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动能是2分之1MV平方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2M分之P平方 因为P等于MV 那P平方就等于P.P就等于M平方V.V 等于M平方V平方 然后呢K等于2M分之1MV平方 就会等于2M分之P平方 那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说你现在有两个物体 在这里是4号球和7号球 就是物体1和2 它们之间发生碰撞 那么呢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我们知道在发生碰撞的这个过程中 1会对2施予一个力 那我们把它叫做是F21 1是reference point 2是收力的物体 那么同样的物体2对物体1 也会有一个施力 就是F12 那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我们知道F12会等于负的F21 它们大小会相等 方向会相反 假设在这个碰撞过程里面 只有这两个物体之间互相施力 而没有其他的作用力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第一个物体 P1 它的动量P1 对于时间的微分 就会是它所受的力 F12 第二个物体对它所施的力 1 就是我们在前一页所看到的 一个物体 它的动量对于时间的微分 就是它所受的净力 相同的第二个物体 在受到第一个物体给它的力 F21的时候 那么它动量的变化量 就是它动量对于时间的微分 也会是它所受的净力 那就是F21 第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所适宜的力 那我们有这两个力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们定义 就是我们看这两个动量加起来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好 那么呢 这两个动量我们把它加起来 然后对于时间微分 那微积分学过 就是第一个动量对于时间微分 加上第二个动量对于时间微分 那么第一个动量对于时间微分是F12 第二个物体的动量对于时间微分是F21 那根据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这两个会互为正负值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等于0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两个动量加起来 就是第一个物体跟第二个物体 两个动量加起来 对于时间的微分会是0 那就表示这两个物体的动量和 它们把它加起来会是一个时间的常数 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么注意一下 这个结果的成立 只适用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底下 那这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物体 它们之间所受的力 就只有互相施语的作用力 没有其他的外力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封闭系统 A closed system 没有其他的外力 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外力 但是其他的外力的外力盒 必须是等于0 好 就是说你可以有其他物体对它施力 对它施力 但是呢 所有的其他的物体所施的力 的净力盒是0 那么只剩下2对1所施的力 跟1对2所施的力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定义 这个整个系统 这一个封闭系统 现在这是一个closed system 全部的动量 就等于 这个closed system 这个封闭系统里面的两个物体的动量盒 就是P1加上P2 那我们已经证明了 在一个封闭系统不受外力的情况底下 那这全部的动量 就是等于P1加P2 它会是一个常数 那么相同的 你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系统 里面有 n个物体 然后呢 这是一个封闭系统 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外力 就是 所有的其他的外力 的盒 是0的话 那么就只剩下这些物体 他们自己交互作用 那么呢 我们可以定出这整个系统的 全部的动量 就是 他们每一个个别物体 第一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 第三个物体 一直到第n个物体呢 全部的动量盒 就是这整个封闭系统的动量 那么在外力等于0的情况底下 那么 这个动量会是一个 总动量会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叫做是 conservation of linear momentum 就是 一个系统的境外力 等于0的情况底下 那么 它全部的线动量的盒 就是它的总动量 会是0 抱歉 不是0 会是一个常数 感谢观看的